第1場地圖 第一場地圖的優勢 但是對於這些選手們來講 可能開追光者穩個10分 會是比較保守的選手 確實 因為後面還有一些地圖 其實是會用到的 比如說有加速帶的地圖 都會用到 來看一下這個第一場的一個開局 東方跟阿妮直接來到 是一二名的一個位置 不過四位選手其實都差不多 只有東方略為領先 對 阿妮這邊是因為被碰撞到 所以這個氣勢沒有滿人 連續卡了兩下才弄滿 那反而是東方趁著這一波亂戰 直接上到地面位置 而且已經跟後面的選手 拉開了不小差距 不過我們海爺現在是在追趕 這個路線質量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敲到了一下牆壁 問題不大 再開一格氣CWW 戰氣延續三下 用接攻者自己的被動打氣弄滿 沒什麼問題 那來到的是捷徑後 也沒有問題 但從小地圖看到的是 23名其實非常的接近 但是第一名的東方領先非常多阿 今天看起來手感很燙喔 對這邊再一個雙殺彈射 感覺阿妮這個距離是有機會到9秒的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要看一下距離不能被甩開 一個彈射 有出 這個距離前面東方又更接近囉 再一個單氣平開一個 哇彈射沒出 但是這個路線維持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說連續兩個彈射沒出 不過這個距離應該還是10分 看一下這邊一個WCWW 沒有出任何的失誤 那這個跳來捷徑過去之後馬上就要進入到終點了 我們即將恭喜RSG的東方 成功拿到第一張賽道的首位 哇 反而是逆星阿 結果逆星 逆星後面應該是自己有發生一些非獸破性的失誤喔 所以 掉了兩三分 對 感覺逆星應該是在後面幾個台射點有出問題 要不然人化成績喔 所以 這一次其實大家的實力都有在做提升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起步狀況 阿尼的起步還是沒有問題 其實在昨天的賽程中就可以看到阿尼 這位選手對於起步 是有做出十足的功課的 但是 在中後段的時候總是不夠為定 剛講完 哇 你今天也是 來 不耐 那沒辦法了 在前面的話 海哥直接來到的是首位的位置 單氣延續 逆星沒有什麼問題 再一個專用點噴加側身 做一個調整 馬上進入到的是跳台點囉 剛剛東方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失誤做出一個復位 那這個復位完之後 距離還是 跟進在逆星的車後 但是 感覺有點被甩開了 因為雲台這場帶的感覺有點快 雲台好像沒有失誤喔 是 這邊的話再一個彈射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再一個彈射WCW 再一個側身做調整 我發現這些職業選手們 對於這個側身調整 車頭位的這個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來進階 這邊選擇穩一手 沒有雙殺 這邊是直接做了一個進階 沒有問題 角度是一小邊 但是還OK 最後的話應該是可以拿個十分 沒問題 來看一下表現怎麼樣 看一下這個今天第三局 對 但是這樣地圖 這樣地圖在SN賽當中 雲海的許分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選這樣圖當王圖 那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圖的表現也是非常的不錯 但這個開局的話 阿尼又拿到首位 哇 他真的每一場其實都拿到 開局不錯的一個位置 而且在這個捷徑跳台點 車頭角度算得還不錯 依然是把握住了這個首位的位置 是 但是他的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於 自己的失誤率是比較高的 要不然他的速度跟極限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他進過來跳台 來看一下延續的地方 再卡一下氣側身 調整一下 連續的捷徑彎 東方過得還算不錯 對這邊路線的位置非常好 東方這邊 哇這個路線好貼啊 直接跟進到阿尼的車壁虎 這邊再一個彈射 WCWW一個彈翼 細節 不過阿尼又暫時把 車身位稍微帶開 這個地方 東方的角度正好 一個內卡外 關鍵的 捷徑跳台 車身這裡很容易發生碰撞 阿尼非常的接近 還在跟東方來去做一個 第一名的爭奪 在一個進階 我阿尼感覺好極限啊 但是我覺得 好像又要失誤啦 這個路線每一個彎 都是非常的細節 這邊再跟進車 東方的車屁股都 哇這邊失誤了 但是山西節奏有點亂 後面的話 反而是被逆星給超越 不過都是現在 在這個 十分的一個距離裡面 落後一秒左右 在最後 蛋漆人續 馬上就要 在一個進階之後 進入到終點 那我們要攻血 是東方 成功衝線 哇我發現 哇爆哥 今天誇獎哪一位 他好像 沒有 我剛剛說 我感覺 不是我剛才說 我感覺阿尼要失誤了 因為他連續好幾個彎 都是貼到差點穿搏的那一種 我看連續兩彎 他都是貼到不能再貼 所以我感覺 如果他以上極限的狀況下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 比較 希望我今天不要再玩水了 希望不要再掉到水裡面 應該是不會應該是不會 那四位主手一樣都是使用指揮官 指揮官就是 在這張地圖 非常非常好使用的一輛車種 開始旗袍 海子哥上到第一 而且這個距離 拉得蠻遠的 連續的彈射點 這邊逆星稍微被撞脫了 直接 掉到了 第四名的一個位置 前面的話 雲海已經領先非常長的一個距離 欸這邊想說不接近 但是稍微小卡了一下 這邊感覺操作還是有點失誤 逆星這邊的新人要調整回來 還好有調整回來 不過 這個距離 感覺被雲海有帶開的跡象 東方這邊一個平轉一個小側身 側身 等一下還有一個側身點 這裡的話會非常的關鍵 呦 沒什麼問題 這邊先進一個CWW 小甩 吻一下氮氣 這把 這把成績帶很快喔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雲海這條地圖的成績 哇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逆星 逆星在第二圈可能要稍微再加快自己的腳步了 不然的話這個積分可能會落後非常多 連續的彈射點來到第二圈 是 逆星在那邊感覺還是有不少的失誤 雖然說 前面這個距離我們看起來大概還有 8秒左右會進線 但是這個失誤感覺多了有點太多了 東方其實在一連串的彎道之後是有慢慢在接近的 稍微再調整一下位置 再來接近 過來沒問題 一個進階順利的通過 這邊再一個平轉 感覺是有機會去威脅一下雲海 不過這個側身點的話 路線選擇是沒有雲海來的優異 沒錯 這個側身點之後只剩下沉船區了 如果沉船區這裡如果沒有辦法超越的話 可能就是要由雲海成功拿下 這邊感覺還有一點機會嗎 看一下最後一個內線 機會最後衝線的時候第一名還是雲海啊 高手過招 前兩名都破紀錄 好鬼喔 這什麼啊 比較可惜 直接狠狠的超了0.2秒 對 這邊的話0.2秒在極速領域的世界裡面 是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差距啊 而且連這個東方雙身戰神來跑 對 但是你雙身拿完之後 你後面如果有北海你就完蛋 對沒錯 對而且後面還有一張騰空譜 對 那夜明沙都也是一張騰空譜 那夜明沙都也是一張騰空譜 沒有人拿出來 還是都選擇這樣子一樣的一個車種來去做一個 平局的對抗 一樣是阿妮在開局拿到了一個守衛逆星 在這一場也是把名次在前騎 拉帶起來不過雲海直接一個內卡外 就把名次給卡回來了 對阿妮希望能夠穩住這個 第一名的名次啊 每次在起跑都可以看到他在前面遙遙領先 但是都因為自己一兩個失誤 就把名次送了下來 剛剛逆行在後面稍微拖了一下 之後又掉到了第四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啊 再來是 哇東方因為前面這邊沒有氣量的情況下 這邊的氣勢稍微有點受到影響 反正前面阿妮又失誤了 他應該是自己磕碰到了左邊的一個牆壁 在捷徑裡面速度慢了下來 對比較極限的一位選手 所以失誤會比較多 但是東方也是接管了這個第二名的位置 想要去追擊前面的雲海 又是他們兩個 又是單進去的地方 一個彈射出來沒問題 對 延續沒有失誤 距離前面的雲海 還有大概一到兩個車身位左右 嗚呦應該沒機會追了 這邊的話是差點撞到左邊的牆壁 所以壓了一點停滯去 聞一下自己的角度 但這個停滯壓下去 應該就是確定要穩一個十分了 那後面的話馬上再連續的 再敲一下那個角角 你好毒啊 9 8 過秒 減1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是可以用芯片的 所以在那些老車 老車種 用芯片上去之後 其實也會有一個蠻大幅的加成 所以如果大家還沒用過的話 趕快去試試看 那馬上進入到的是 第六輪的一個對局 開局又是阿妮 哎呀 這開局依然是取得很不錯的優勢喔 我覺得他真的必須要把握他這個前期的開局 對 但是我覺得換一個層面來講 我覺得阿妮他的起跑真的厲害 其他選手他們應該都是下進 下進的功夫磨練 想要搶一個好的零跑位 然後也是從中很多作業很多功課 但是一到比在場上 零跑全部都是先被阿妮拿到 對 再連續的彈射點 過來 加速帶 沒問題 前面的彈跳區 非常的重要 對 逆星這邊的氣量是被卡掉了 那剛才也是利用自己的手速 在直線畢端那邊很難卡氣喔 硬是卡出了這個7分 7分的氣 對 那在這個彈跳點過後來到的是 感覺東方拖了 哇東方拖的這個 時間非常非常的多 對 落後的幅度也很巨大 那阿妮在前面 基本上是已經有了 一個蠻不錯的優勢耶 彈射點過來 沒有失誤 零海還在持續做追擊 有拉近有拉近 有拉近 但是阿妮有沒有要扛住這一場內彎 彈射 喔零海這邊的氣是不對的 所以硬卡 卡完之後 阿妮這個位置應該相對來講 比較穩定了嗎 還不確定阿妮這邊的氣 慢了 最後就沒了 但是零海 這邊的失誤 在前面的話 東方是直接補上 扯沒有切入的是阿妮 可以 在最後又把自己的手也給要回來 哇 畫面太亂了 太亂了 看不清楚 真的 剛剛在最後 最後在捷徑 點 進終點前的那個彎道 零海雖然說成功反超了阿妮 但是自己也發在這個 彎道區發生了一個小失誤 也可能是因為受到衝擊 然後造成說他這個彎轉不過來 我們等一下還可以透過這個回放 再來詳細幫大家看一下 因為不然大家最後 那裡都是繼承一團的 畫面真的太亂了 這邊都是 對 四位選手仍然都是選擇 迅捷流星波賽中的一個skin 這個skin 我覺得也是特別好看 自己很喜歡 你也喜歡這個藍色系的是不是 對 我覺得這個 車水藍水藍的 很漂亮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比賽 也是可以選擇 使用賽車的皮膚的 好看一下開局 這個旗袍 東方是有點受到 碰撞的影響 掉到第四名的位置 那反而領跑位是來到雲海身上 暫時反超逆星 那來看一下這裡的話 關鍵的捷徑 其實這一張圖 並沒有什麼太多的難點 捷徑也沒有很多 那主要可能還是一些 這些淡氣延續的地方 絕對不能發生失誤喔 對 那這種簡單的地圖呢 你要跟別人拉開 就是你的細節一定要拉滿 像這個地方呢 就不能跳起來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的話在銜接一個CW 做一個提速 馬上更新到雲海的車屁股 那反而是逆星跟東方 現在在後面一直打架 那在這個捷徑點 也是沒有過多 甩尾的時間 沒有問題 過得其實都挺極限的 有慢慢再拉近 跟前面雲海的距離喔 我怎麼感覺雲海這一把 也有機會破紀錄阿 這個成績單圈 代線也是很快的 然後這邊的話 阿尼慢慢的在逼近 路線也是非常極限 連續的四下五下 路線真的很極限 然後再過來的話 單前續也沒有發生失誤 大概不到一個車身位的距離 阿尼在旁邊緊跟在後阿 這個地方 哇 甩尾有點太大了 這個幅度 所以 又把原本的車身位 又是讓回去 對對對 那現在的話雲海 在最後一個彎 野鏡有要衝撞嗎 沒有衝撞 應該是我拿十分吧 對於二三名來說 對 那也差一點點就可以破紀錄 差了大概 約末零點三 那這樣子這一局打完 東方穩定又再落後一分 對 那東方下一張體育 還是有一點可能性 但我覺得以他的個性來講 應該更可能的是 小五人 因為其實這一輪 這一輪就是 也沒有說誰直接拿到第一名而已 也就是在今天亞洲杯的第一輪 你可以晉級到第二輪 所以你只要能夠晉級 我覺得應該就OK了 對他來說 是 但對於內心來講 對於內心來講 現在分數在第四名嘛 他一定得追分 所以他直接拿出了他的亞洲分騰 一定要在這張地圖搶下首位 要不然的話他追分機會 剩兩張 那下一張地圖機 有可能又是東方選擇 那在絕對被動的情況之下 他只能先利用他最強的車種 去幫自己拿到盡可能多的優勢 然後拉近跟阿尼的距離 我覺得每一年的亞洲杯 都會有一種超級強勢的車種 就讓大家非常的期待 來看一下關鍵的氮氣延續地方 這也是這張賽道的精華之一 那前面拿出亞洲奔騰的逆星 也不負眾望 在這邊的話 就是利用車種的優勢 跟自己過人的一個操作 沒有發生什麼失誤 反正二三四名全部卡在一起 那這裡稍微燒到一點線之後 前面逆星是不是發生失誤了 對感覺應該在第一圈後段就有失誤了 因為應該看過線的成績是47秒 感覺亞洲奔騰應該 可以跑到4546的一個單圈 那這邊的話 雲海也是調到第四名阿尼 反而是追了上來 在第一 哎呀那這樣子的話 逆星在前面可能是 來到第二圈之後 剛過線的一個瞬間 有一點突飄的狀況 那現在來到的是終點前 但其延續的地方 他到底能不能拿到關鍵的守衛呢 對阿尼這個 賽車還是有點劣勢 哇 逆星這邊直接一個彈翼 但是這個彈翼 有沒有辦法機會讓他超過的最後一個彎 沒辦法就阿尼撐了 阿尼手術了 我好狠 這個內線直接鎖死誒 哇那這一局的話 逆星 雖然祭出了自己 最強勢的車種之一 但依然沒有辦法幫助自己拿到最分的機會 對 那沒有 沒有 沒有其他彈翼賽車的情況之下 這個地圖呢 最好選擇就是 逐星者 對 然後四六位選手也是選擇逐星者 所以還破一張地圖 哎呀真的 在關鍵這一局還是我們先嘴巴VP好了 因為你看他們已經打了八局了 那這個最後一輪如果明次大分來一個大變動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差距 對這邊的話還是得看一下選手們 他們在這個地圖的發揮 沒錯那應該是我們現場有一些訊號上面需要處理一下 然後畫面回來了 OKOK畫面回來了 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這邊的話 第一名現在畫面回來的是逆星 第二名的話是阿尼 第三名的話是雲海 東方則在第四位車手其實距離都差不多飛越點 對東方這邊也是不慌啦 雖然說還在第四 但是這個距離也是十分的嘛 最多你只能拉我一分 我還是穩的 這邊的話再一個氮氣延續 三下再騰空WCWW 說不定東方這裡還根本就沒有想要去逛 這個地方很恐怖喔 四位選手都想過 那誰 沒問題 反正是阿尼自己 對阿尼後面有點出事了 對 反正現在東方的敵人就是阿尼嘛 他要自己控好跟他的車距就好了 是 雲海這邊也是一直積極的在卡東方的位置 很細節阿 這個車身左搖右擺的 但最後哇 雲海沒上 雲海沒上去了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有機會 東方有搶一喔 東方搶一有機會反超 這裡的話過了 欸你行 最後一個就不開 嗚呼呼 沒辦法阿 跳得好像遠了一點阿 那最後的應該 欸 欸 過兩秒嗎 一個9秒到一個7秒到 好像 好像是被追平 對 這個T1的選手阿 一個是 那個MVP嘛 另外一個是 在亞洲杯的預選賽打進來 是以第一名之姿打進來的 沒錯 那我們現在這個開局的話是雲海 成功拿到一個所謂的位置 這個騰空飛越點 東方稍微發生了一個路線的偏差 但是調整的速度非常的快 對 這邊也是跟進到雲海的車後 但是快速出完按鈕已經完 撞到了 那這個撞到之後 東方現在距離前面的雲海有點遠了 如果前面 這裡沒有發生失誤的話 我覺得挺難追啦 我不獨奶喔 但是我覺得這一把 可能有人會破紀錄 是誰我不好說 OKOK 他帶好快喔 而且東方其實後面那個 那個快速出彎按鈕之後呢 也影響到他下一個彎入彎的節奏 所以在左彎的時候是撞起來的 感覺有點不可惜一點 彈射出來 然後CW 出彎 卡一下氣 馬上就要進入到 是最後的一個接近跳台囉 欸東方其實也有追上來喔 這個距離 已經剩下最後三個彎 感覺要追比較難了 這邊有他 在一個CW的 除彎 這邊也是球穩 不彈射了 然後接近過來 沒有問題 穩穩的進入中 恭喜雲海 而且 又再度的突破紀錄 而且你知道嗎 他是鬼 而且你知道嗎 他雖然只破0.01 但這個0.01 還是破了 而且為什麼會只破0.01呢 他前面帶有夠快了 後面他保守了一點 在最後兩個彈射點 一個彈射點 然後他直接變成一個快速出彎 他已經在穩的情況下 還能破紀錄 你就知道這個人 他有多誇張 真的 那也恭喜雲海 成功贏下這一把加賽 他的積分 再加4分 哇連續三天的4分 太狠了 喔 這是五番已經倒了嗎 我們可以講了 穩到頭皮發嗎